好 您有仔細的看過 傳統皮影戲的演出嗎 但現在呢 由於這觀眾越來越少 逐漸被大時代給淘汰了 我們來看高雄的迷陀地區呢 有這麼一個傳承五代的劇團 現在的掌門人叫張信宏 除了演出 平常呢還得要夏天來耕作 他自己呢 無奈受訪的時候他說啊 如果有一天呢 這劇團啊 不幸的斷在他手上 他也無可奈何 皮影在螢幕前活靈活現 全靠師傅兩隻手 就能上演經典名劇 孫悟空大鬧天宮 這是台灣傳統皮影戲 其中又以高雄迷陀的 永新樂劇團享譽國內外 外面這樣子比較好看 但是這個呢 很考驗超偶式的功能 他叫張信宏 是永新樂劇團團長 平日跟劇團外出演出 閒暇也得自己製作皮偶 從製皮 科製 染色 燙運等 通通考驗僵師的細心和功力 永新樂劇團傳到張信宏 已經是第五代 每代風格都不同 如第三代以廟會為主 第四代也就是張信宏的大伯和姑姑 則以校園為主 傳到張信宏這代他嘗試更多元的風格 我大概現在在做的事情 幾乎都是以接跨界為主 嘗試一些新的不一樣的元素 來演出這個皮影戲 當然 明戲的部分 我們也是要堅持的 因為明戲廟會演出是我們的根本 那我們是保留傳統 但是你要持續創新 皮影戲在當今市場相對處於弱勢 現在大多是自己家人或退休人員 因為演出時間不固定 用這個當作主業無法維持生計 以張信宏自己來說 他平時也會夏天開映影機 幫人帶根 閒瞎之餘才會演出 張信宏目前有個小孩就讀國中 從小跟著家主在劇團裡面 他校村好像在走他以前的路 但至於小孩以後會不會純接 現在還要看他自己的意願 所以我當時要接任團長的時候 我有明確表達過 如果用心熱 如果真的藏在我的手臉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盡量 我們能走多遠算多遠 但張信宏也不甘心皮影戲 就這樣斷在自己手中 他今年積極推廣皮影戲 跟文化局或其他單位合作 將皮影文化帶到世界不同角落 要讓全世界看到傳統皮影戲之美 冷靜新聞中主民高雄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請給我封 One 請給我封一張 好